17年前 台灣一場世紀大騙局 蒙古女子自稱能隔空抓藥致病 我們可以證明 不要這樣子變魔術 你丟在地板上啦 這邊有一個蠟痕請注意喔 魔術師當場踢館揭穿 她下場如何 一名政大經濟系高材生 因為一場車禍 和一位小妹妹轉行當起魔術師 套路表演時遭火吻 與差點爆頭的驚險一瞬間 古老歌王黃西田 曾遭遇重大打擊 差點逃往美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全榜中妻子數度落淚 拜託阿吉高雄 我們會收看 台灣大搜索